海巡人員扶著巡防艇的欄杆沿路走到船頭 等到靠近中國漁船海巡特勤人員把握時機一腳跨到船上 之後進行登船盤查 10號下午5點左右 海巡署第11巡防區指揮部的雷擎系統 發現一艘不明船舶舶航舍進入國之北疆東營海域 隨機派遣馬祖海巡隊到場查處 發現是中國籍漁船 不只違法進入我國限制水域 還從事非法漁道作業 帶來聽一段海巡說法 在馬祖海巡對執法人員和特勤人員共6人的優勢警力下 順利逮捕船上4名中國船員 並且在艙間清查出漁獲60公斤 海巡署也回收漁船的漁神釣網具 將船上漁獲進行海拋 這艘船也已經返回南竿福澳港 將依法進行偵辦 而4名中國船員將移交金馬鴻分屬第10暗巡隊留置 立刻下載進行W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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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